今天是2021年8月31日 先報報疫情 新增確診個案12591宗 比起昨日有所回落 越南航空當局在昨天宣布叫航空公司不要再賣本土航班機票 亦要求航空公司在7月21日之後買的機票要退款給客戶 基本上是再進一步限制人與人之間的流動 也看到一些流行病學專家在越南公開發表一個意見 即使最近見到疫情有所上升 都叫大家不用太緊張 因為現在是進行大規模的快篩 所以有多了很多的新案例都是正常的 其實越南一直都收到國際間贈送抗疫物資給他們 包括最近印度也運了一些氧氣瓶給越南幫忙抗疫 經濟方面的消息 在河內 現在是少於三分之一的生產商仍然繼續營運 也就是反過來說 三分之二已經沒有辦法再正常生產了 據統計就是來自VN Express的數字 3600間這些生產企業裡面 現在只有1077間公司正常營運 他們也在用一個叫Stay at Work的模式 即是說那些員工也要留在工廠過夜 這件事我們之前都探討過了 就是會大大增加了企業的成本 因為你安排住宿各樣東西 那些配套其實是很多東西要做的 另外中小企方面又怎樣呢 就是有11間公司代表中小企發聲 他們還弄了一個聯署 他們在網上弄了一個聯署 如果一旦籌夠5000個簽名的話 他們會正式提交一個請願書給政府 那麼他們呢就是要求政府提交一些援助 例如就是允許他們不幫助員工 就是短暫去交社會保險的 那麼也都是要求政府在增值稅 和利得稅方面都要有所減免的 那麼我們剛才剛剛說到 如果工廠是實施Stay at Work的模式 那些額外衍生出來的成本 希望政府就是可以補貼回他們的 還有呢是要求政府提供一個貸款援助 那麼最高只可以收他們4%的利息 那麼我們聽到4%的利息 其實都覺得咦都不是說特別低的 但是呢大家要知道 在越南本身的利息是比起世界的平均水平要高的 好了有一間Fintech公司 就是來自於印尼的 那麼他呢首次進軍海外就是選了越南這個地方 這間公司的名字叫做 FriDevo 他們其實看中了越南是什麼呢 就是他們覺得遲些越南的中產階級會越來越多 那麼現在那個信用卡的滲透率是相對偏低的 所以他們這間公司提供一個手機APP 就是安裝了之後就好像信用卡那樣用的 給完錢之後呢是可以遲些才還款的 那麼這一間公司呢也是很進取的 他如果在越南開始了業務之後呢 之後呢就會進軍這個泰國和菲律賓的 那麼他們期望在2022的第一季呢 可以在美國上市的 所以我們之前也有在我們的內容呢有說過 其實呢美國呢會越來越吸收得多了一些東南亞經濟股 那麼如果大家有留意呢就是 今天看到一則一則的新聞呢都是說 新加坡下有一個的新的首富誕生了 那麼就是這個的 Shoppy的老闆 Shoppy也是在美國上市 那麼他自從上市以來呢 Shoppy的股價表現是相當之好的 所以大家可以明白到呢 即是美國投資者都相當看好這個東南亞的經濟股 那麼Shoppy其實那個上市公司就不是Shoppy 就叫做CSEA 股票編號是SE 那麼在紐約的證券交易所那裏上市的 那麼他們公司呢其實都是計劃多多的 那麼未來呢可能會將那個主要市場 放在這個拉丁美洲那邊 他們是積極拓展拉丁美洲的市場 好了那麼今集內容先跟大家分享到這裏 多謝你的收聽